姐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你别管那么多 你跟我来就是了 姐那我箱子呢 你箱子我放车里了 箱子我先压着 不是你压我箱子干嘛呀姐 在哪啊姐 这是我工作室 我平常在这办公 然后我还养了两只猫 你带我来你工作室干嘛呀姐 你这不是没有地方住吗 你就先暂住在这 然后帮我照顾好我的两只猫 那是可以抵这个房租吗姐 可以抵一点 但是你不是没有工作吗 我楼下给你安排了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呀姐 自己看嘛 保安呀 对啊 那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姐 保安一月给你七千 你不是外加帮我照顾两只猫吧 我多补贴你五百 那咱们这份工作 包吃吗 你自己大胆有手有脚的 你自己不会搞吃下去 还要包吃 那也行 那姐那是不是我一个月七千五 我干完两个月 把房租一万五给付了 我就可以走了 是的 两个月一万五房租 你付完节省 你想走可以走 你想留 咱们到时候再说 行 姐 那我去上厕所 你坐一会儿 好嘞 好嘞 谢谢 还有这种好事呢 兄弟们 挺好 哎呀 好饿饿呀 这个是什么 闻一下 我操鸡肉味的 我操鸡肉味的 挺好吃的呀 你吃什么呢 这是我家猫吃的东西 啊 这你家猫吃的 怎么还有鸡肉味 我喝个水 你怎么还拿我水杯喝水 你这是我喝的水杯 这是你喝的水杯啊 那不是人家里还有别人吗 我告诉你 我家里的东西 你可不要乱动啊 你要刷牙 你要喝水 你自己买杯子去 别碰我家东西 那姐 我不是相当于 把我的出稳献给你了吗 哎 我不跟你喝那么多的 反正你不要碰我家东西 就是了 我跟你说 我还有事啊 我先走了 行行行 姐 兄弟们 我该怎么办